周二 据《环球新闻》报道 一批声称已经获得美国安全监管机构认证的 由中国制造的N95口罩 被证实是假货 其广告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 和其他六个国家的网站上全部下架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麦达斯安全公司 也被牵扯在内 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网称 这批假冒口罩的标准号 是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 签发给美国口罩巨头3M公司的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曼上周表示 他们不会在商店中出售N95口罩 也就是说 消费者如果在市面上 见到3M品牌的N95口罩 可能是假冒产品 多伦多大学生物伦理学家鲍曼表示 在疫情期间 销售假冒口罩带来严重问题 佩戴假冒口罩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甚至危及生命 同时 西方国家对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医疗物资 存在越来越多的质疑 西班牙最近花了4亿多美元 购买了中国制造的医疗用品 其中包括550万个病毒检测盒 在做了9000个快速检测后 发现他们的准确率只有30% 立刻声明退货 土耳其卫生部长也指出 中国制造的检测盒准确率 仅有30%到35%不能使用 捷克从中国购买了快速检测盒之后 发现80%的检测结果是错误的 菲律宾卫生副部长也表示 中共政府捐赠的10万个检测试剂盒 准确率只有4成 无法使用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表示 对于中共政府捐赠给加拿大的 3万个医疗口罩 联邦卫生局将确保其符合标准 才会发放 以确保加拿大医护人员 免受病毒的感染 据加通社3月31日报道 加拿大政府已和三家制造公司签约 来生产急需的医疗设备 其中位于多伦多的 Thank You Medical公司 正在生产500台呼吸机 4月初即可交付医疗机构投入使用 另外两家公司则分别生产口罩和中共病毒快速检测设备 此外 还和另外5家公司也签订了合作一项书 政府将根据疫情的发展与民众的实际需求 来调整所需要的医疗设备的数量 今天温哥华警察局媒体发言人Tanya Vincent对外宣布 温哥华一名警察感染中共病毒 目前患者状况良好在家中康复 并接受医疗部门的支持 与他密切接触的成员也在家中自我隔离 但警察署并未公开该名警员的个人身份和有关工作地点等详细信息 几天前 全国已经有6名加拿大骑警感染了中共病毒 其中一名警员在卑诗省 而本月早些时候 卑诗省的兰里镇也有7名消防人员 因为接触了该地区的一名中共病毒确诊患者 目前仍然在家中自我隔离 两天前 也有6名多伦多的消防人员确诊感染了病毒 今天兰里养老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也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Freezer Health表示 这家机构已经加强控制措施 卫生官员正在与工作人员合作来查明可能接触过的其他人 省卫生官亨利博士在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一起大型的社区疫情感染 这涉及到在奥克纳根的一家名为 Balance Nursery的农业企业 他们临时雇佣的一群外国工人 据CTV报道 这些工人3月12日从加拿大境外到达Kelona 有些工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其中有人被检测出中共病毒呈阳性结果 目前他们已经在现场住处进行自我隔离 与外界接触很少 全体员工和业主非常配合医疗机构 而且对他们所使用的所有设施进行了强化清洁 日前被施省列出了在疫情期间一系列仍然需要正常运行的基本服务项目 包括保健服务、医疗急救、执法和应急救援 为弱势群体提供的服务、食品供应、交通等等方面 省政府还鼓励没有被要求关闭的企业在遵守公共卫生指令的条件下继续营业 特别是在儿童护理方面 必须优先照顾那些父母是一线工作者的儿童 包括医疗工作者、急救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孩子们 为支持和感激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温哥华市民和企业每天晚上7点钟发起为医护人员鼓掌的活动 时代内公园也宣布加入 从3月30日至4月30日期间 每天晚上7点 以点燃公园内9点钟大炮的方式 为他们鼓掌、加油 前线医护人员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 为了给一线人员提供切实的帮助 温哥华市本周开始暂停了室内停车收费 取消在高峰时段以及居民区的一些停车限制 包括部分地段有三小时的停车限制 省政府也正在启动一项新的计划 帮助那些提供基础服务的工作人员 在社区中寻找他们需要的托儿服务 这项服务优先提供给有5岁以下的孩子的 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 这些工作人员可以在线申请 信息也将转发到全省38个推荐中心来进行匹配 同时温哥华市也启动了一个推荐系统 把这些工作人员和持照的托儿服务机构联系起来 省府因此也增加了给这些可以安全开放的托儿机构的资助 截至3月31日 卑诗省新增确诊中共病毒病例43例 新增死亡病例5人 全省有1013例确诊病例 有507人完全康复